我是故事大王皮皮 皮皮今天啊,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做掩耳盗铃 掩的意思是捂住,堵住,刀的意思是偷 咦,故事里的主角小偷,他捂住自己的耳朵偷铃铛 这可真奇怪,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接下来啊,大家跟着皮皮听听成语,掩耳盗铃的故事 一起来找找答案吧 春秋时期,在一个叫晋国的国家,有一位副公 他家门口啊,挂着一个大大的铃铛 这个大铃铛的造型和图案都非常漂亮 周围的人看到了都很羡慕,都希望自己也拥有一个 这时啊,村子的一个小偷动了坏心思 心想,嗯,这个铃铛肯定值很多钱,我一定要得到它 嘿嘿 于是他打算在晚上没人看守门口的时候 静悄悄的偷走这个铃铛 一天夜里,小偷偷摸摸的来到富翁的家门口 他轻轻的伸手摸了摸铃铛 铃铛马上就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 哎哟,这可把胆小的小偷吓坏了 他马上灰溜溜的跑了 小偷跑回家之后,越想越生气 心想,嗨,这铃铛一碰就叮叮当当的响 这不就是告诉别人我在偷东西吗 嗯,我得想个办法尽快把铃铛弄走 几天过去了 小偷啊,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把我的耳朵塞住 不就听不到铃铛的声音了吗 想到这儿啊,小偷赶紧找来了两块布 太阳落山后,小偷兴奋地跑到富翁的家门口 他将准备好的布块塞进耳朵 用手碰了碰铃铛 哎,真的听不见声音了 小偷啊,得意极了 嘿嘿嘿,这下我就不怕别人知道我在偷东西了 我实在太聪明了 于是小偷用力地伸手拽铃铛 铃铛啊,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巨大响声 就在他快把铃铛摘下来的时候 富翁带着他的仆人们突然跑了出来 一下子就抓住了他 小偷被按在地上 疑惑地说 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偷铃铛 富翁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你真是个笨小偷 你塞住的是你自己的耳朵 我们的耳朵又没被塞住 当然听得到了 小偷听完恍然大悟 拍着自己的脑袋说 哎哟,我怎么这么笨呢 这就是掩耳盗铃的故事啦 那么,又到了皮皮的成语小讲堂时间了 掩耳盗铃意思就是把耳朵捂住 偷铃铛 以为自己听不见 别人也听不见 后来呢 人们就用这个成语形容 明明掩盖不住的事情 却偏要想个方法去掩盖 结果只能是自己欺骗自己 小朋友们 我们可不能像故事里的小偷一样做坏事 做了坏事还想掩饰这种掩耳盗铃 自己骗自己的做法 骗得了自己却骗不了别人 不管怎样掩饰啊 都是徒劳的 最后呢 总会被别人发现 那今天的成语故事时间到这里啊 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